周俊佑议员直询原民文件站赵福源在劳之双方所经常发生的纠纷 以及社区文件站带电款让社区发展协会承担经费的带电 是否应该进行检讨与处理 而东昌公墓迁葬问题中央补助款以及核准补助 民政处是否能够加速处理东昌公墓的迁葬 周俊佑议员在定期会大会中提出 华丽县全县90多间的社区文件站与200多位的照福源 经常发生劳持纠纷文件站带电款薪资以及照福源素质不一的问题 希望县政府原民处能够给予协助 解决社区文件站在劳之双方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处长你也看到 本期七年的时候在定期会的时间 有咨询过我们文件站的议题 在这一年的时间 我有看到说我们原民处有所改善 在今年的那个文件站的计划 计划里面也加入了一个协办单位 也就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些乡镇市公所 也是进入我们的一个协办单位 但是 为什么这么多的资源 本期依然还是不断的听到 以及收到许多文件站的投诉以及层情 在于经费代电的状况没有改善 行政流程和销的问题 以及各种因素导致劳资纠纷等等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这么多的单位 监督以及辅导 依然都没有做改善 我请厨长你说明一下 那有关和销的部分 我们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因为文件站当初录取造福员 他需要的资格是受过造福员专业的训练 换句话说造福员他的专业是在照顾长辈 但是每一个文件站他内部人力不足的时候 和销工作有的时候也会落在 就是不是很熟悉 或者是说主办和销 去年是A 今年又换B 那所以我们要反复的一直在做提供教材 把他们请到圆明馆来我们来上课 我们现在目前在文件站的劳方这边的一些权益促进 以及我们的一些争取 我们的一些宣导 以及我们的一些教育上面 都把我们的劳方这边的一些保护 还有他们的权益机制都已经有告诉他们 所以现在是资方的权益 因为资方的权益在于我们的 在于我们中央的规定上面 并非有我们的造福员的一个评比机制 所以说在希望有一个评比机制的一个制定的话 会造成我们的造福员在与我们的业务的那个绩效上面 会有所提升 因为有一个评比的情况的话 他会增进他自己的能力 能够让我们的文件站能够 继续有更好的一个服务态度以及作为 再来就是我们东商公募 东商公募的情况后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中央已经在于花东基金补助了1500万的一个花东基金 在于我们东商公募签帐 所以说东商公募的签帐 也是促进我们 礼绕部落聚会所的兴建的一个程序 所以说一期二期三期 希望说在于我们的民政处 以及我们的相公所的配合之下 能够尽数办理我们的东商公募签帐 以及我们部落聚会所的兴建 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政天才立委 在于把我们的花东基金 让我们的东商部落的签帐 纳入我们的花东基金 也感谢我们陈以立委在中央不断争取 把我们的经费争取下来 所以真心的非常感谢这些立委 以及我们县府 以及中央 以及地方的士绅的帮忙 并且他也指出 东商公募签以费用中央 已经合拨相关的补助经费 要求民政处能够尽快处理 由于相关的补助经费 在对位立委的积极争取下 才能获得中央补助 1500万元的花东基金来致应 周军佑议员在会后 也期盼原住民行政处 以及民政处能够对于 他的相关议题加速处理 才不会衍生更多民众的不满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中央